大家好 今天是3月31日 是3月份最后一个交易天 亦是2021年首季的季节 本来大家有个憧憬 在季节当日 怎样也有些维稳的买本 稍为粉饰一下 其实今早是有的 因为指数高开 225点到28802点 该一刻 技术上已经是回到10天和20天线之上 但开心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由于A股又开始反复 结果市况又再反复而低于28385点 即是10天、20天线突而伏失 从一个移动线方面来说 指数一日仍然受制在10、20天线之下 不能够跟大家说 技术上的中期调整已经是告一段 因为还有少许威胁 一旦少许反复 又可以触及100天线 严格来说 现在这一刻由2月18日开始的中期调整 已经下了6个星期 但始终指数暂时来说 都受制于50、20和10天线之下 即是有个心理准备 这所谓的中期调整 可能会多走两个星期 甚至去到4月中到4月的下旬都不顶 所以任何短线的部署 大家不要急 不要用 唯一可以说的是 一众新经济股 虽然经过一轮急跌之后 这一两看下来都相对比较稳定 至于传统的蓝筹股更加不用说 换步当中好像想慢慢做好 对大市来说 多多少少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效应 在这里